一哀哭的声音 太心这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朱立伦 严宽恒大合唱经典歌曲 《听海》效果十足成功引起话题 也反映出现今打选战 不同遗忘冷冰冰 蓝绿 花招百出 2020选战进入白肉化 少不了选举小物 像是蔡英文进办 推出辣英粉 米粉配上专属辣椒酱 捐款1450元就能获得 还有反韩社团全民割草行动 用割草毛巾抵制韩国瑜 但蓝银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张张酬庸扑克牌 把绿人物酸好酸满 政治小物贴近生活强选票 蓝绿互别苗头 通常政治人物被认为太过刚硬 所以透过竞选小物 它可以软化自己本身的形象 然后也可以凸显出 它跟民众的一些亲近性 就连手机空战也能大车拼 蔡英文的总统古大冒险 对上韩国瑜的一支穿云界APP 一个Q版动漫 一个走简易风 锁定不同族群 它未必直接反映到选票上面 但就是说 这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它其实都可以去聚焦媒体版面讨论 从陆站小物到空站APP 越靠近大选 蓝绿站队创意行销 花招多 就希望能更靠近选民的心 为自己冲刺选票 欢迎新闻 红锡宇 郑凯中 台湾到 这些相关的红锡宇 郑凯中